念佛可言年 在清朝的江蘇太仓 有一戶人格是姓羅 那晚好夜 羅夫人就快立陪 羅老爺在那裡等 等一等她睡著了 誰啊? 來了來了 羅老爺開了門 看到原來是一位出家的師父 他表示自己要暫時寄居在這裏 那羅老爺就請那位師父進去屋裏面 這個時候 忽然間聽到嬰兒的啼哭聲 羅老爺當堂紮醒了 才知道剛剛發了一場夢 那天一早 羅元梅就出生了 羅元梅長大之後 曾經參拜波野老人 後來又專心念佛 羅元梅自小就看藥多病 有一年 秋天 她病得非常嚴重 他睡在床上 睡在床上 他這樣想 我这个病 看怕都是不会好了 我病体之理 是这个世间 能够有什么作为 这个时候 空中忽然间发出这样的声音 成年居时 你的寿命还有十二年 怎么可以没作为 好奇妙 这件事发生之后 罗元梅的病 马上就好回 因为这样 他就称呼自己做 圣年居士 当时同乡的人 很少有人知道念佛 所以罗元梅 就首先提倡在乡下里面 建立了三四处的念佛社 因为这样 念佛的风气 大为兴盛 除了熱心劝人念佛 罗元梅 也非常喜欢布施 放生 持幼 救灾 振滞 她都很发心去做 十二年 很快就过去了 那年秋天 罗元梅的病又发作了 那些乡人非常之担心 哎 怎么办 罗居士又病了 还更重要了 哎 看来都是空多吉小的了 但是罗元梅 自己一点都不担心 有一晚 有一位上茂庄严 殊姓的神人 在罗元梅的梦中出现 还告诉他听 成年居士 你劝人收盒 正土发活 功德好大 现在你的寿命 已经延长了 后来 罗元梅活到七十一岁 盐寿延了十九年 当他预知时至 往生西方极乐正土的时候 留下了这几句说话 七十一年 拖着皮带 今日撇下 何等自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